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讓我們繼續說假面騎士Game外傳吧 故事接觸上機正宗登場 正宗馬上變身Kronos與Lidl神開打 那我們就不管等級的問題 總之他們打得互相上下 那看見他們兩個互相認識的千趴 就完全不了解現在的狀況 所以秘書就在非電公司的資料庫查到了資料 介紹正宗跟Lidl神是幻夢集團的第一代第二代社長 且兩人都是玩弄過人類生命的假面騎士 那麼這次的外傳連動了01跟XZ 代表至少在這個外傳兩個作品的世界觀是一樣的 那麼非電的資料庫有這些資料也不意外吧 那戰鬥的過程中正宗問Lidl神 再次復活到底還想幹嘛 Lidl神回答 欸當然是再次讓幻夢集團復活 而自己當上社長 但是正宗不以為意 他認為幻夢集團是自己創立的 是屬於自己的公司 不會讓Lidl神為所欲為 不過Lidl神則是反駁 遊戲軟體可是我設計的 結果兩個人開始翻滾 開始爭吵誰才是真正的愛著幻夢 愛著公司 瞬間兒戲的起來 但是這可是久違的復持指效 我們要好好的欣賞這場戰鬥 那此時突然千趴的腦一陣疼痛 那根據秘書的分析 那是因為Lidl神跟正宗 是同一種類型的病毒 千趴感染了兩個病毒 那從病毒感染來看 一個細胞被多個病毒感染時 雙方的增值行為都會影響到對方 也就是說兩個病毒會開始互相殘殺 就這樣慢慢等到殘殺結束後 千趴或許就會得救 但是我們的千趴在秘書前 怎麼可以什麼事都不做 畢竟這可是新婆喔 千趴就裝了一個B 她告訴秘書 只有身體好了有什麼用 重點是心靈也要有所康復 如果病毒的誕生是因為壓力 那就代表我的心靈有軟弱之處 看來我作為社長還迷茫著 但是這兩個可不一樣 那講到這裡 這兩個病毒也打得差不多了 雙方都開了必殺技互踢 結果是兩人都解除了變身 那看起來這是千趴最好的嘴頓時機了 你們為何要互相殘殺呢 有多少社長就有多少愛 相互比較是100%沒有意義的 那千趴說出了如此厲害的話 此事要是沒有任何反應就會很尷尬 所以正宗跟李斗神發現的病毒力量正在減弱 千趴克服了心理的壓力 千趴告訴他們兩個 這都要多虧了你們啊 我太執著於社長這種形式 而失去了很重要的東西 那就是愛 那麼這裡的鏡頭語言是給了秘書和父子兩特寫 代表RL這話有點東西 那既然這麼有效果 千趴就繼續開嘴 他說愛公司愛事業愛才是社長的一切 我在這裡發誓 絕不動搖保持著100%的愛 然後秘書就跑過去千趴那邊表示敬愛 哇知道那麼快就有感情的 這就是愛嗎 那我們的李斗神只好承認 秘書選擇的社長是千趴 愛改變了原本的結局嗎 於是正宗也感嘆愛嗎 所以直接一把抱上了李斗神 告訴他原諒我 因為阻止你 是代表了我對你的父愛啊 於是李斗神有所感觸就說了 PAPA KUROTO PAPA KUROTO PAPA KUROTO 然後鏡頭還故意給我用旋轉的感覺 嗯 這樣更迷了 就這樣父子就消散了 有夠假 然後我們稱這才是假面騎士 這才是真正的父子指效嗎 於是故事就在秘書與千趴一起清潔消毒的場景下結束了 讓你問我說 欸 Rex 這次的故事結尾那麼草率又很迷 那邊毀人設 你怎麼沒有開噴 我想說的是喔 已經經歷過大大小小的我 像是食王vsDecade和Ben 10的戰險神威 我早就已經學會了欣賞事物的美好 因為這部作品 作為消遣娛樂的謎之操作是還不錯的 最後真的很鬼畜 我看了其實還蠻享受的 阿你也可以說我是在苦衷桌了 但其實以效果來說是真的不錯 而且不看正傳還會以為千趴是三好青年 反正這部作品對千趴的塑造更完整了 也會想要人人吐槽 你以前當社長時 根本沒有做到你之前說的愛 反正新的秘書那麼香那麼婆 還能久違的看到彈世父子的表演 已經相當不錯了 最後一個粉絲我還蠻滿意的啦 那麼結局也留下了懸念 那就是李斗神的資料還存留著 等待下次的復活 那我是Rex 我們下次見